15日下午,孙楠到某养老院看望老人,并送上茅檀等急需物品。 特别的是,这里还有一位脑瘫患儿,他是孙楠的忠实粉丝,通过社会帮助慢慢恢复后,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孙楠一面听他唱歌。 孙楠假扮医生来到孩子面前,给了他巨大的惊喜,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200多位粉丝潜伏已久,竟然用合唱的方式也给了孙楠一个惊喜。 问及最近处于风口浪尖的吸毒事件,孙楠表示,自己无法控制别人,但一直言于律己,希望能做个好艺人,帮助到更多需要关怀的人。 我觉得既然是个艺人,你在舞台上,或者你在社会当中,你又要起一个表率的作用,没有能力去评价别人怎么样,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自我,要自己要非常的去守这个规则,而且要给我的周围的朋友,歌迷朋友也好,喜欢我的朋友也好,或者社会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,那这才是我要做的。